文婧姐你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 你刚刚讲到你不讨好所有人 或者是你某种程度是站在权力者的对立面 那你刚刚提到了包括不打落水狗 以及台湾的政治明星 还有一些仇恨这样的相关的字眼 让我联想到过去一个礼拜 如果您是台湾的观众朋友 或者是海外的华人 其实应该都可以关注到 台湾最近在谈论最多的政治新闻 就是柯文哲事件 过去一个礼拜过去三天 他因为金华城的案件 被司法上面有一些审查 他遭到了调查 可不可以从司法层面到社会氛围 很多观众朋友也在提问 文婧姐能不能够说说您的观察 对柯文哲事件金华城的案件 第一个金华城案件绝对是违法的 但是违法是归咎于谁 就是说它不符合都庚的条件 我跟大家解释什么叫都庚 都庚就是你这个房子是唯老建筑 你可能是四十几年五十年的房子 金华城是2001年落成 它到现在呢 当时通过的时候是2020年 它只有19年 到现在也不过就是13年 所以它不符合任何度庚的条件 那一个正常的 他送到独发局来申请的时候 一个正常的科员 正常的科长 正常的处长 正常的独发局局长 就直接不受理 不但受理了 而且还召开了学者的听证会 然后还把它算出一个容积率 然后让它从560%增加到800%多 然后这样就是可以让它有最高的容积率送给它 所以这个基本上它是一个非法的事件 但什么叫做非法是归咎于谁 我希望大家有两个眼睛 这件事情我先从第一个眼睛说起 科文哲是现在台湾里头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那他是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也是现在执政党头号战犯 那作为一个头号战犯来说 当他被逮捕的时刻 他也是最红的政治人物之一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支持他 也有很多人仇恨他 也是执政党必除之而快的政治人物 所以你要有两个眼睛 聪明的同时看这个问题 第一个眼睛就是说 这里头有没有符合司法的正义 这正义里头包括你有多少证据 你办案到谁 你有多少证据 你办案到什么地方 你办案的方式跟所有的过程 是否符合司法的程序正义 然后你处理科文哲的时候 是不是只想毁掉他 只想抓他 只想生压他 然后把他激进起来 然后最后让民众党垮掉 然后最后呢 就让你的在野党 没有所谓的在野党联盟 因此在立法院也没办法挑战你 2008你就一定很顺利的联任 这一只眼睛你不能忘记 而且很重要 另外一只眼睛呢 就是我先定调 金华城是个非法案 台北市政府 前市府 科市府 显然是有问题的 那从作为一个市长 大家长来看 他是有政治责任 但政治责任跟法律责任 是不是你要关它是 两个不同的层次 那如果你谈司法责任来讲 就是一分证据 说一分话 前自我到现在没有看到 全部的公文 我甚至怀疑我们的检教单位 搜索台北市政府了没 是不是已经拿到了 所有的公文 还是他呢 急着要抓课文者 先该从基层办起 这叫尝试 那检察官怎么会变成 这么没有尝试 他应该从昨天 他约谈的这个都发局里头 专案里头负责人 就是邵小姐 开始约谈起 然后在约谈他之前 就先开始搜索 检教就搜索台北市政府 把所有的文件都扣押 然后开始一样约谈他 基层办完了 是谁交代你 然后你这个案子 往上上导到哪里 那都发局长 为什么可以通过 为什么会送到 副市长那个地方去 然后每个每一个 一个一个个来 然后慢慢把你的 整个所有的资料 以及你的证据 就算你要抓柯文哲 你也要巩固好 这个是一个角度 另外你根本就不应该开始 就是锁定柯文哲 你就要锁定这个案件 到底谁涉及不法 那柯文哲在这里头 他签名的公文是 我听说有一个签名公文 有两个盖章 可是我也只是听说 我也没看见 那你们也没有看见 媒体也没有看见 哪来这么多新闻 可以自己在媒体里头 马上进行对他的审判 我那天看到柯文哲他 已经连续自己主动到 连任公署去报道的时候 征讯了十小时 然后之后他就拒绝夜间讯问 他这个拒绝是正确的 因为这违反我们所规定的司法 应该要有的程序 因为你只能是疲劳审讯 结果他们居然要求当庭逮捕 我就大吃一惊 然后我们也想要那个提审法官居然 同意当庭逮捕 然后就大家就在地下室里头 这个我以为只有这件事情会发生 这件事情是对于政治犯 专门做疲劳审讯 做这种类型的 就是等于是半虐待型的 然后让意志崩溃等等这样 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里头 我们根本在民主时代里头 是不可以被容许的 那这些部分里头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可是我很吃惊是看到那些媒体 有很多人在评论 那有些人就说陈佩琪 他被从调查站 送到台北地解署去复训 这是叫做正常程序 他们就以为他有罪了 他有罪了 这是没有司法成常事的主持人 然后呢 配合执政党的主持人 他所说的话 而且歇斯底里的大喊 他就被送去那里了 陈佩琪被送去那里了 他会不会被关起来 他会不会关起来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不要说没有专业 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人性 叫做落井下石 那我个人先说我自己本人 我并不是一个科文哲的支持者 我也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他好话 也没有太说过他什么坏话 但是我看是用观察者来看他的现象 在2014年的时候他要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刻 那他的对手是连胜文 中心电视台当时希望访问连胜文的时候 我的条件是两个都要一起访问 我才愿意访问 那就我同时就访问了科文哲 两个我都是问他们最核心的台北市的问题 就是台北市很多建案 然后很多穷人住气 然后房价太高 在什么情况里头 我们可以有公租屋 可以有像新加坡那种租屋 可以有青年住宅 我都是问类似的问题 那台北市呢 很可能将来会面临 我很关心的全球暖化 那你在这个情况里头 你都是靠抽水站 上次那里台湖一个抽水站坏掉了以后 就淹了半个台北市 那你将来假设是一个很可怕的 一个超过你所估值的暴雨风潮的时刻来的话 你的内部科学园区也可能被淹 关渡也可能被淹 市邻里 你现在有市邻科学园区也可能被淹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应该有更多的制红池 你的整个市政府的所有的规划想法是什么 那我在访问他的时候 我就是讲大概是这样的问题 那大概解释每个问题的时候 都大概两三分钟 甚至可能长一点点 科文哲几乎都答不出来 答不出来之后呢 他就跟他的知识长说 有一个主持人 问一个问题 问那么长吗 为什么没有 你去看美国哪一个媒体 他在问你经济政策 问你什么问题的时候 本来就是问很长啊 那你自己答不出来 你答得也不好 然后你就反过头来 用网军来攻击我 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说 我跟科文哲关系只有一个关系 就是被他的网军攻击的关系 而当时的科粉是跨现在的科粉 还有一些的米娜的科粉 他们根本没有好好去听 他们的市长 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候选人 为什么要选市长 对这些问题都不了解 后来我私下找了一个朋友 跟他见面 我说我并没有对你有敌意 我自己的看法 直到连胜 我根本就选不上 如果我从一个权力的考量 我应该讨好你 我对你呢 没有敌意 我也没有讨好你的意思 我如果要修理你的话 我就会问你很多预算问题 他说你就应该问我预算 你都会有教我预算 你就问我那些我就答不出来 这是我跟科文哲少数见面的其中一次 就是在那个访问之后 我要告诉他说 他误会了 我对他没有敌意 但我也没有批评他说 你怎么可以用网军来攻击我 这就是我跟科文哲唯一的 简单的少数的关系 但是我从来没有捧过他 因为我看过他做八年的试证里头 我没有看到他有太出色的表现 我看到是他非常会宣传他自己 然后我看到的是 他可以在他声望有点下跌的时候 就这样骑着他车 然后直播 他就擅长使用网络这样子 然后就变成很多人的hero这样 那他有本事成为一个hero 那也是令人佩服 懂得使用网络的时代里头 网络时代里头的网红 很像政治里头的Taylor Swift 可能吗 OK 就是这样 那我就是看着 因为本来不同的媒体时代 电视媒体会出一种政治金童 然后到了这个网络时代 就会出这种网红型的政治人物 在平面时代的时候 可能会出赵耀东这种类型的政治明星 本来就是不同时代 会出不同的政治人物 但一个国家要比较深刻的政策 用这种方式出现的政治人物 他很可能对政策 公共政策就是没有那么熟悉 何况他原来是医学院出身的 那他在那个当时疫苗事件的时候 他有批评 可是我就看到他的弱点 他的弱点 跟我认识的反对党不太一样 我如果是克文哲 我当时台北市政府 我是市长 我看到政府把打疫苗的顺序分成一二三四五类 然后到老人排到第五类 癌症患者排到第九类 我就会告诉他 我虽然是地方官员 我是地方首长 我拒绝打 我台北市政府的所有政务官 你们通通都不准打 除非你是真的防疫人员 那你们别人要打 是你们别人的事情 我们拒绝打 我们跟老百姓一样 然后我们就跟其他人相同 轮到几岁打就几岁打 我们跟所有的人民是一样平等的 这是台北市政府的精神 结果他们没有这么做 我如果是他 我一定会这么做 而中央政府的疫苗在他的手中 我就说你也不要进大医院 你可能把细菌带进去 造成群聚感染 然后你是大官 人家还要接待你 然后你出来的时候 有可能把医院里头的 那个COVID的戏剧病毒也带出来 所以我帮你在228公园前面 就设一个快打站 然后你们所有的人就来这里打 那反正有228的先列 来保护你们这些 台湘帕斯的高官 我一定像他这样子 对抗那个中央 他没有 所以我当时就看出 他的个性里头 他呢 看起来好像 很个性很强 但是他到底不是反对派 真正出神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某一个程度来讲 我就觉得说 他自己本身 把他可以跟中央好好 对抗的这个机会 或者是说 他可以更 变成更高层次的一个 政治务机会 也失去了 但他现在的情况 我个人是认为说 我们检察官办他的案子 你这种疲劳审讯 然后长达七十几个小时 当庭逮捕 在过去我们没有这种例子 那没有这种例子的情况里头 请你告诉我们 在你所有的案件 证据都还没有那么足够 你搞到最后 必须无保释放它 那前面那七十几个小时 你该不该被监察院调查 提审的法官 你该不该被监察院调查 你这位检察官 该不该被监察院调查 那金华城的案子 其实复杂的 经过很多个 好几个不同的市长 第一个给金华城 一块糖融铁工厂 工厂土地 可以变成商业用地的 它的容积率 本来就只有360 结果给到500%多 给的人是谁 是黄大洲市长 后来到了陈水扁市长的时代 没有收回5006 就只要求他 要补偿一个公园 补偿一个藕剧团 一个藕剧场而已 所以就跨到民党时代 也没有收回 马英九时代 说你这个不合法 收回他到320% 结果监察院 居然纠正了台北市政府 那马英九政府的 那个算法才是对的 那监察院 居然就纠正了马英九政府 而那个纠正的是一个 不是监察院 是一个监察委员 然后联席会议 居然也给他通过 那个监察委员 后来还去 金华城的集团里头 担任董事 接着没多久 到了好市长 说这个官司一直打 到那后来 到了柯政府时代 他就根本不符合 为老条件 就申请都更 那都更的话呢 他不是改建吗 改建就按照 原来的容积率就好了 结果他不是 他要扩大容积率 到800%多 他要按照唯老建筑 四五十年建筑 这当然是不可以的 那怎么会这个事情 还照常发生呢 其实从华道中时代 到现在 这里头有守规矩的市府 有不守规矩的市府 整个过程当中 他说明了台湾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政商勾结 是跨党派的 是不分党派 是跨党派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只有少数的人 可以坚持原则 但是即使如此 您有一分证据 你说一分话 你顶多是说 作为一个市长 柯市长的用人不明 目前为止是这样 然后你要真的在法律里头 审判他的时刻 你要有足够的证据 是直接到他 你才可以办他 你不能够 因为他是你的 最大的头号战犯 你就抓他 那这件事情 老板现在有两个眼睛 第一个看 柯文哲有没有犯法 第二个看 他是不是 因为他是政治上 属于现在 最重要的政治领袖的 头号战犯 所以呢 他受到了 不该受到的司法对待 这两个眼睛 你要同时看 那如果不能够同时看 我觉得大家就会 永远不断地在做 历史循环的犯错 另外有一个情况 我想告诉各位 这是我的家教 当柯文哲被造神 很了不起的时候 也有人想安排 我跟他见面 但我就没有见面 我没有必要参加造神 可是当柯文哲 现在处境这样的时候呢 我绝对不会打落水垢 我对于这个时刻 你自己对案件 也没有什么多明白 还嘲笑他 叫做穷途末路 连他的太太都要迫及说 为什么没有把陈美琪抓起来 我对这样的人性 跟对样的公开的评论者 我觉得他的本性 非常刻薄 那我觉得希望大家不要跟他们一样 我觉得我们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当一个人 他是最有权利的时刻 你不要神话他 你要监督他 当一个人失去权力的时候 你不要打落水狗 请做一个比较善良的人 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 其实过去一个礼拜 我一直在关注柯文哲的新闻 陈文倩 就是文倩姐刚刚讲的那一段话 是我听到最完整的说法 真的是启发我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谢谢文倩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需要陈文倩的原因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谢谢